哈喽 大家好 现在我在丈母娘家 这是我老丈人 今天要杀这个鸡 杀鸡过德赛节 这是这个 然后这个鸡头的话 到这里把这个鸡头给剁下来 我们这个杀鸡 跟我们中国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中国是跟不一样 我们中国是好像是割了个脖子 把那个血弄出来 鸡血的话可以吃的 但这边的话是直接鸡血是不要的 直接把个脑袋给剁掉 这是一只大公鸡 这个大公鸡 坐在里面来吃的 我们就不看那个场面了 场面有点 有点血腥 这个有点不太好 我们看一下我的村姑 远小花童之上 每天带着头巾 他就坐月子 现在50天 他们在坐月子的话 和我们中国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中国是30天坐月子结束 他们这边是100天 100 什么100天 三个月 三个月 你们俩说三个月 我妈妈说要100天 你们俩我们的宝宝 现在不要画那个眼线 你看画的这个 这个黑黑的没有 我们中国人很讨厌 你这个小宝宝太小了 你画眼线不好 不知道 宝宝很浪 需要方 需要方 这是尼泊尔的文化 你看 没有尼泊尔人的宝贝 这尼泊尔的文化 尼泊尔所有的小宝宝都要画 眼睛很黑 眼睛很好 你看你的眼睛 布袋是 暗 我说小宝宝 你的眼睛是脏子 我跟李梅拉说 她什么脸也不听我的 当然是我尽量不要画 李梅拉 下次我们不要画 因为Chinese people eyes don't need it OK Chinese people 不要画眼线 没关系 这是Chinese baby 这是我的宝贝 李梅拉不听我的 宝宝 我们尽量不画 我扭不过 这是刚才 当我们老张人的话 给我们晒了这个牛肉 大家看一下 李梅拉 杨小花 Come on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 这是你的牛肉 用这个丝巾 丝巾盖起来 怕这个苍蝇在那个 就是晚上的时候 我们是新鲜的烤了 把它烤成这个 表面的话都会过了一下火 然后 然后就不会坏掉 不会坏掉 然后我们再晒一下的话就更好了 它是准备这个晒给我吃的 还有我们大家吃的 就是我昨天去那个邻居家里面杀了一头牛 那个牛有400斤肉 很多人分成了20份 有25人就都买了 这是我们晒的这个牛肉干 没事的事 你一块吃也是可以的 就是在大嫂家里面过个德赛节 我觉得买20斤给大家吃的话应该够了 我买了20斤 还有我老丈人也买了20斤 总共40斤牛肉 应该过个德赛节应该是可以的 等德赛节过完了 我们再买个几十斤弄一下 去其他的满足吃 然后亲戚朋友的话 我们这个招待一下客人很好 其实尼泊人 他很多人不怎么吃牛肉 但是牛肉干的话 他们还是吃的 这是晒的 这是我们晒的 还有下面的也又晒了 这个是我老丈人晒的 关于这个画眼线的话 尽量要我里面少画一点 但是他们这边的传统 就是说在尼泊尔 他们的文化 他们要画眼线 连我妈妈 中国妈妈说她也不听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边是雪山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雪山 这边风景还真的是非常好 雪山 好的 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